52岁于谦在农家小院做饭,被烟熏得满脸通红,脖子上大玉坠态抢劲。 近日,知名相声演员于谦老师在个人社交平台上更新了动态,并晒出了一段自己在农家小院做饭的视频,引发了广大网友的关注。 视频中,于谦穿着休闲,手上的戒指和脖子上的大玉坠很是抢劲。 从视频中看,于谦所在的院子充满了乡村气息,周遭的环境也相当接地气。 而于谦摇身一变成为了一名大厨。 明星给人的印象大都是出现在各大光鲜亮丽的秀场,当他们回到农村,自然就成为了当地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 前段时间回村为爸爸大白酒席的杨超越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。 在寿宴过程中也是亲切地跟宾客们合影聊天,完全没有明星架子。 高圆圆的老家在河北的农村,结婚之后的他曾携老公赵又廷回老家祭祖,与村里的乡亲们合影没有什么明星架子,非常亲切。 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,却可以通过努力改变以后的人生。 一些出身农村的明星也是非常励志,从他们身上很好地诠释了奋斗的意义,上天不会辜负努力的人,希望大家都能过上理想的人生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